29. 《東方日報》 曾健超准覆核索出警身份 2015年7月14日港民A13 本報信 去年佔領運動清場時,聲稱租策名扁衣警務人員 在金鐘龍和道陰國狗打的公民黨成員曾健超 不滿警方和律政司一直不向涉判警員提出刑事檢控 早前入稟公園申請司法覆核許可 要求法庭下令警方披露4.7警的身份 以便由他提出私人檢控 法官推行長作受理期申請 並指示與眾各方做一週內就聆訊日期等作出協議 曾健·蜜超代表律師估計案件有可能要排期在一年後 此可進行聆訊 曾健·蜜超法官作判決指 對於警方是否有責任向罪案受害者提供犯罪者的身份 申請人曾健超提出可合理爭辯的理據 故准他就該項理據進行司法覆核 法官逐指 法庭要經過正式聆訊和聽取全面法律爭議和證據後 才決定是否下令警方披露4判警員的身份 令提三理據不獲受理至於申請人提出的其他三項理據則拒絕受理 包括他受酷刑和不人道對待 他被警方不合法機留及警方無權要他有條件擔保等 法官認為前兩項理據可向警方作出文事殺償 最後一項理據紙術學術性討論 案件去編號 H.C.A.L.141-2014 請問